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想增加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你只需要知道这一条法则 便是你的钱越攒越多 你的抗风险能力就越来越强 你对世界的探索能力和意愿也就越来越强 相应的你看待世界的心态也会越来越积极从容 你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也就越强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这三个行为的人往往压不住财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一夜暴富的人我们经常见 但是能够靠着一夜暴富 能够真正翻身的人确实不多 一夜暴富来了 如果你自身的能力接不住 那么这会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比如美国那个中了1.88亿美元巨奖的 玛丽福尔摩斯 仅仅不到七个月的时间 就从满脸朝气 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丹妻妈妈 变成了一个消极暴力 爱吸食毒品的疯君子 万事万物都在遵循一种 悄无声息的平衡 你用捷径赚到的快钱 也会用捷径亏掉 比如你因为炒币或者炒股 赚到了不错的钱 最终你又会因为炒币或炒股 而亏掉 很喜欢这样一段精辟的话 你永远赚不到超过你能力 和认知范围的钱 除非你靠运气 但是靠运气赚的钱 最后肯定又会靠你自己的实力亏掉 这是一种必然 穷人如果突然好运一夜暴富 但往往都是守不住 为何呢 主要是以下这几大原因 一 见识 认知 判断力决定 这个社会最大的公平就在于 当一个人的财富 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 这个社会有一百种方法收割你 直到让你的认知和财富相匹配为止 认知越低的人 看事情越主观 容易被表象迷惑 越容易有偏见 喜欢盲从 容易被操控 认知水平的不足 他们的每一步决策都是错误的 乃至是致命的 比如会掉入各种投资的陷阱里等等 投资亏钱是认知的缺陷 投资的第一步 不是投 而是学习 而是提高自己的认知 只是很多人因为某些机遇 大赚了一笔钱后 并没有及时地提高自己的认知 导致一步又一步地掉入各种各样的陷阱中 最终又亏到一无所有 财富永远都是流向最匹配它的人 我们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给你五百万 你可能依然是穷人 这句话是不是很扎心 大多数意外之财都会变成意外之灾 当你的认知配不上你的财富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都会成为人生的陷阱 有太多万贯家财最终败光的例子 富不过三代 别说三代 富一代都是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前人创造财富 也许是靠运气 赶上了时代的潮流 那么子孙后代 不认真思考 不去提升自己认知的能力 跟不上社会风向变化 败光家产也是自然的 你永远无法阻止 别人打你钱的主意 你能拥有多少财富 取决于 你需要向提升认知 交多少的学费 在股市还好的时候 同事A因为炒股 赚了不少钱 这个消息被同事B知道了 你是怎么赚的 B问A A就把他是怎么赚的 一五一十地讲给B听 听完之后 从来没有涉足过股市的B 动心地说 我现在投十万 什么时候能翻一倍 他问 A说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B就跟着A买股票 第一个星期 有四天上涨 一天下跌 B还是挺开心的 算下收益 差不多到了百分之二十 于是 B请A 吃了顿大餐 第二个星期 形势有点不对了 只有两天是上涨的 三天下跌 B的收益 不到百分之二十了 B有点着急了 跑去问A 怎么会这样 A说 我的也跌了 我也不知道原因 最终 B的股票 亏了百分之三十 十万块钱 只收回了七万 一说起这件事 B就开始抱怨 我还以为A是股神 没想到也不靠谱 害我亏了这么多 以后真不能听他的了 在上述这个故事中 在B身上 穷人思维 显露无遗 短视 股票涨了 就请吃饭 股票跌了 就埋怨别人 只看短期利益 没有长线思维 因而 会因为没有耐心 而失去翻身的机会 盲目 B是一个 没有任何炒股经验的人 看到A赚钱了 他便设法效仿 最终连本都亏了 在决定入市之前 B没有去系统了解 成全的知识 没有知识储备 也因此 缺乏自己的判断 始终只能人云亦云 处于被动 贪婪 还未入市 想的就是 什么时候能翻倍 赚了20% 还想继续赚 没有根据内外形势 做出合理的判断 没有及时收手的后果 必然是 陷得更深 无法在诱惑面前 全身而退 一夜暴富的人 最容易陷入各种诱惑 暴富是对人心的考验 在穷的时候 心中的一些想法和欲望 被压制着 可突然有一天 不再需要压制了 那后果 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像一只暗黑的魔鬼 被释放出来 为所欲为 美国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 竟高达75% 当一个人拥有了超乎常人的财富 所有的坏念头就会窜出来 只有当他拥有强大的自控力和善心时 才不会被侵蚀 你所有的坏的念头 财富都能够让你实现 这个时候 如果你缺乏自控能力 那注定是一场灾难 在穷的时候 虽然也有很多坏的念头 可没有财富的支撑 根本不可能实现 但有一天突然暴富了 财富就可以让你的坏念头 变成现实 让你变得挥霍无度 沉迷于声色全马 失去上进心等等 财富并没有让那些暴富的人 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 反而可能滋生了 骄纵和不良生活习惯 世界从来不缺少诱惑 无法在诱惑面前 全身而退的人 自然也守不住自己的财富 富人越有钱越富 越富越有钱 本质是因为他们懂得造富 而非被财富所牵绊 那些真正懂得财富意义的人 往往能够在金钱面前保持自律 来自身边人的扼杀 当大家都是穷人的时候 彼此能够相处得很融洽 但当有一天你突然报复了 你的四周就会危机四伏 看到巨大的利益 谁都会眼红 各种算计都会来临 人性的复杂一面就展露出来了 正所谓金钱见人性 当你一夜报复 身边的人一个个都会来向你借钱 实际上口头上说的是借 内心却是没有要还的打算 甚至理所当然地觉得 你应该毫无条件地帮助他们 我们是亲戚 你富我穷 你应该帮我 无论社会如何向前发展 我若我有理 永远是人心丑陋面目的 最后一块折羞布 你本来想给点钱 是真心地想帮助他们 这本是好事 但是人心不足舌吞向 他们总觉得你给少了 你的帮助 他们不仅不会感激 而是怨气冲天 或者觉得你给的少了 或者你给的不公平等等 甚至会集合所有的穷的 差不多的人一起孤立你 或者找你的麻烦 突然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一夜暴富的人 往往会招架不住 财富被身边的一些人 用各种方法挖走 而你又无法让财富增加 慢慢地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 甚至还不如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